女兒目前在法律事務所當法務主理 然後她也考上了牛航的空姐 在等待進去訓練的通知 人家說男人的法技下午後的時候 淚線就會發達 果然我現在明天到了 沒事幹嘛想那個 那個東西想了會開心嗎 我們那個2006年 Longestay結束回來之後 在台灣就開個門抽不起來了 撐到夠了 我們在當地買了一間 就先放在那邊出租 等到他們去念書的時候 對 他們要聽念書的時候我們就說回來 陳永康操作女兒 近視紐航空姐 祖國夫妻的安慰兒女資產紐西蘭 你對那個女婿說 如果你不愛她 只要告訴她 告訴我就好 我告訴你喔 這一句台詞是 我想出來的喔 我當下的想法是 就是身為一個父親 能夠保護女兒的 心跟情感最後一集能做的事 知名祖國陳永康 日前轉換跑道挑戰 舞台劇 飾演要嫁女兒的村長 但時常都沒刁 投射情感在21歲 朝鎮女兒Sami身上 讓她眉眼一次就哭一次 還沒有進入那情境的時候 但我是 我沒有想到說我會見一場 我本來想 首演 應該就 哭完了 應該第二場第三場 第四場應該就熟悉了吧 沒想到我常常都會漏淚 都被那個現場的那個情緒 我的劇中的女兒在回憶起 我小時候怎麼樣 背著她去看醫生 其實說實在 剛剛好我自己女兒小的時候 我也曾經以為是半夜帶她去急診 我就會有連結嘛 我就開始 X的感覺 沒事幹嘛想那人 那個東西想了會開心嗎 遲早會有一天的嘛 等到那天來的時候 我們再去面對就好 而且女兒比較喜歡那種陽光 然後比較運動性的 你說因為這樣子如果東西壞了 或者車子的東西不動啊 有人可以被她 可以當工具人 不是一個柔弱的人 工具人很好用 醫生沒有低潮過 每個太太的時候一直都是高潮 我在尾州問她跟妳說過了 陳永康和老婆張沛山是新聞圈 著名的神雕俠律 兩人交往四個月就閃婚 至今結婚二十三年 與有一子一女 已久哀的濃烈 只有我跟永康兩個人 還是一起洗澡 到現在 對 到現在 好無聊 我不知道 這真的啊 雖然 雖然那個很多網友在攻擊說 太可爛了 不過那是我們的 真實的生活 我們只要一家四口到家裡面一起 一個時間 我們和她一起進家門 我們四個會一起抱抱 就是很習慣的一件事 就是 我們倆同在講話 然後就講 她透過講話了解對方 一些想法 我的太太是那種 她不太會跟你吵架 對 她把底線講得非常清楚的明確 然後沒有空間 這個東西就是沒有 沒有犯錯的空間 如果說你有被抱出來 傳出來說 你曾經跟另外一個人 怎麼樣怎麼樣 那她可能就會相信會有 說沒有 沒有 有傳出來的話基本上 應該 你就是有 啊 會被人爆料 你知道為什麼一週刊不會倒 就是因為 百分之七十都是真的 不錯 不錯 陳永康 張惠山 曾向新聞台購架 西拳家到紐西蘭撞油 戶頭剩十萬塊 不過是經過千 子女目前也都在紐西蘭生活 女人目前在法律事務所當法務主理 然後她也考上了女孩的空姐 在等待 進去訓練的通知 她是現在念 奧克蘭大學的電機席 二生三 我們那個2006年 Long Stay結束回來之後 在台灣就開始讓我們存錢 存到 夠了 我們在當地買了一間 就先放在那邊出租 等她們去念書的時候 對 她們去念書的時候 我們就收回來 聽講 我以前始終不明白 怎麼會有一個男的 想要去做阿公那種事情 怎麼會有人自己習慣著抱孫 那什麼心態 我跟你講 我最近慢慢開始被理解了 是從我開始進入 空巢輕縮還是什麼前 一年半前 我的太太從 紐西蘭結束了半讀的任務 回到台灣 就我跟我太太兩個人 這段時間她回到台灣以後 我們就是空巢每天這樣 面對面 那時候開始 我就覺得 如果有一個小朋友出現 不錯喔 原因是因為 我真心懷念 跟我自己的孩子 相處的時間 相處的時間 那個是非常美好的 我又沒有辦法現在 跟她的再生一個 現在一個已經來不及了 雖然不是真的 跟我的孩子再過一次 但是我會覺得 我會把過去的美好的時光 跟記憶 透過我跟我的孫子輩 又有一種 從未救夢的感覺 那老婆聽到你這一番感想 她有說什麼 還是說你的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